陳時中說所有權利 我們要中央拿回來做 那有什麼需要提出來 中央會支援 提供相關的物資 可是問題是你看 病床就是不夠啊 剛剛朱醫師已經算給大家聽了 那現在他不蓋輕症醫院 政策是這樣子 他完全靠醫院清空 或是把床控出來擴床 但就是擺在眼前這些問題 就是醫療資源互相排擠啊 不是 台灣總共就是 這麼大的一點的島 你醫療資源就是這麼多 你能夠多到哪裡去呢 所以你中央拿回去 其實我個人並沒有意見 問題是你中央要做事啊 是 你如果能夠做事 誰長這個權光我屁事啊 你們只要把事情做好就好 問題是之前雙北 為什麼要想先動 就是因為中央 愣在那邊不動啊 慢吞吞嘛 你在那邊到現在還是一樣 老實講我覺得我們的中央政府 到現在整個的反應速度 跟去年的英國政府差不多 基本上就是一樣 所以我們還在佛系防疫院 在那邊慢慢等 等等等 看情況會怎麼演變 講得很好 聽說準備了一年多 實際上什麼也沒準備 老實講 現在各地方政府 還各忙著在大外宣啊 比如說高雄市政府 現在在那邊講得很高興 說什麼他們專責病房 已經2,500 可是你看那上面就寫了 總共專責病房 全台灣不過2,400 對 他就2,500 那高雄你們到底怎麼來的 你們到底怎麼冒出來 我就覺得很奇怪 不要把你規劃中 或是你準備要做的事情 就直接當做做好了 拿出來講好不好 這不是一個大笑話嗎 老實講 現在喔 我們整個是大亂 你中央現在在 現在這個階段拿回去 你要怎麼做 你看 你今天不是告訴我 你要把權力拿回去 你今天看記者會 記者會我一直強調很多重點就是 記者會你要告訴我 你實際要做的作為是什麼 而不是只是宣誓 我們中央現在拿回所有的東西要做 你各地方政府需要什麼支援跟我講 那我跟你講你會支援嗎 你會不會支援 你也沒講啊 你只叫我跟你講而已啊 到時候我跟你講你不聽 然後等到事情發生 你就說你怎麼不早說 現在就是大家對你完全沒有信任度 你中央如果真的要動的話 你就要整個趕快動起來了 第一個啦 你今天本來要進到三級的時候 你自己宣布了全國三級 請問一下你做了哪一些相對應措施 除了叫人民自己遵守之外 你做了什麼 你有動員警力嗎 要動員警力維持秩序啊 然後你有限定哪一些賣場 作為物資囤積站或供應站嗎 也沒有啊 那請問一下物資我要去跟誰拿 然後現在各個地方的資源 好你要來重新分配 請問一下怎麼分配 現在台北的雙北很快就要爆滿啊 請問一下這些病人可以送到桃園 送到台南送到高雄嗎 你會做這件事嗎 如果都不會的話 請問一下你中央統籌 在統籌什麼 然後你也不願意見新的 不管叫清政院也好 方艙醫院也好 白艙醫院也好隨便 那你又不願意見新的 就等你導演怎麼來 難道真的像你所作的 把防禦旅館拿出來改一改嗎 防禦旅館可以隨便這樣做嗎 我跟你講之前他們一直不願意承認 去年被罵了半死了 去年中央統籌研究所有有氣溶礁 會跟著氣溶礁到處跑 結果呢當時綠營包括和美鄉 今天接受週一扣訪問的那個和美鄉 想說你沒知識也要嘗試 這根本不可能胡說八道一通 結果美國CDC前兩天證實 確實有氣溶礁這個東西 而跑很遠 現在說他們最少可能跑六公尺以上 那請問一下 你這個代表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現在的所有防疫旅館其實都非常危險 對 你只要空調瓶子互通我全部都不能用 對 那請問一下你要把病人安置在哪裡 你的規劃到底是什麼 你到底是根據你去年想定的守則 還是根據最新的病毒發展 去想定的整個應變計畫 如果你沒有跟著病毒改變的話 那請問一下我們怎麼去打這場仗 所以我覺得重點一直都不是在誰手上的問題 而是陳時中你現在到底有多少能力的問題 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台灣現在這樣三百多三百多三百多 這些都是前幾個禮拜測的 前一個多禮拜測的 那慢慢到下禮拜可能陸續更多的會出來 因為我們最近測的量比較大 那量可能會往上升 那量往上升到一個程度 你想要不試級恐怕都很難了 可是問題是你怎麼試級 你怎麼試級 我不知道 我們的軍隊有接受過相關的訓練嗎 沒有啊 我們的軍隊 我看絕大多數的連防護服都不會穿 連隔離衣都不太會穿 而且他剛剛是不是還說什麼企業分流 還什麼分流還要再演練 現在才要演練 我跟你講現在演練已經來不及了 現在公司有一堆人全部在家上班 那演練個鬼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在做很多東西已經不符了 所以我老實講 今天我來的時候有一個見證司機問我說 會不會到市局 我跟他講絕對不可能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我們完全沒有做任何準備啊 你怎麼可能呢 你如果現在貿然進入市局就是 台灣大概有好幾千人 就是這樣子而已啊 就好幾千人會被悶在家裡死掉 所以政府絕對不敢做這件事情 那請問一下 政府既然不敢進入市局 那三級你要怎麼維護 我們光一個 在車上要不要戴口罩都可以吵兩天 那這個政府還搞個屁啊 所以我老實講 現在政府不要在那邊猶豫了 雖然柯文哲有的時候 大家覺得他很跋扈 覺得他很霸道 他很多的 講法我不是很喜歡的 但是現在拜託 要做一個指揮官的人 麻煩你拿出你的天氣出來好不好 你現在就是 你說下去的話就不能再改喔 你不要說下去第二天就說 我們覺得應該還是這樣比較好 拿出一個滾動式 不能這樣啊 不能這樣啊 你要直接說下去全國家開始動了 對 大家全部一起動 如果命令真的錯了 就是你自己要扛啊 是啊 這沒什麼好講的啊 不要怕單責任 怕單責任不要坐這個位置 現在是打仗最重要的關鍵時刻 如果主將在三心二意 最近很流行三國梗嘛 袁紹當年怎麼失敗 袁紹旁邊猛將很多謀臣很多啊 就是猶豫不決啊 一下想做這個一下想做那個 在那邊一直等等等到後來就被人家打破了 就是這樣子啊 台灣現在正在面臨關渡之戰 我們就在關渡那個渡口 正在等著跟曹操決戰 曹操救那個病毒 他隨時都會侵入 請問一下 你要怎麼去擋住他 如果你完全沒辦法下決斷 我老實講我現在非常擔心 陳時中跟我說他要做決斷對不對 對 結果呢中央權力拿回去之後 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我們要注意認知作戰 那個假消息啊 絕對不能散布出去啊 然後其他該做的全部都不做 那不完了嗎 所以如果陳時中你沒有這個guts 你不想做這件事 你不敢直運做 那你不要去綁住人家的手 你敢做你就來做 你就要跳到第一線喔 每天去盯喔 然後我拜託你們 記者會不要定時開了 記者會是有重要的事情 真的 要宣布就開嘛 你隨時都可以開 你半夜兩點開 我們記者還不是陪著你 是啊 不是嗎 為什麼一定誰規定 一定要下午兩點開了 你把最新的情況 跟最重要的情報告訴大家 然後要求全國做怎麼樣配合 你再去開這個計程會 如果沒有這種決心 拜託滾回家睡覺 你先把自己隔離 我們以後就會忘記你 網友Lenslin 他有一個短問題要問助醫師 他說為了避免這個病毒傳播 相對危險的地方是醫療資源不充足的偏鄉 所以他請問助醫師是否建議呢 乾脆從這些偏鄉地區先進行篩解 好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呢 也就是在今天我們一直在討論 從昨天開始在網路上一直站 說開車一個人的時候 到底要不要戴口罩 那反正在今天開的這個 全國防疫會議呢 做出了決定 好說 兩人以上同車都必須戴口罩 獨自駕駛可以不戴 那計程車司機呢 計程車司機他好像是全重一定要戴的 即使你沒有載客也一定要戴 那這個當然還是引起了很多的論戰啦 譬如說像我就會覺得 你獨自駕駛不戴 那萬一你不戴 然後你接車要去載你的家人呢 所以我要請教助醫師 就要戴了 可是那你之前的病毒會不會殘留 我不知道 那也有人問了柯文哲就相關問題 那柯文哲是說 他覺得如果做過頭了就沒意義 那我的意思是說 這真的有做過頭嗎 你要禁的話非常時期 是不是就從醫全部都禁止 這個就是我剛剛一直講說 中央你要把所有的事權統一都沒有關係 大家知道嗎 這件事情只是一個某男性隱心 然後他在臉書上PO了之後 然後呢 結果我們中央呢 就要開全國的防疫會議 來討論這件事情 然後終於做出了一個決定說 我們一個人開車的時候 可以不要戴口罩 那如果兩個人開車的時候 就是車上有第二個人的時候 你就要把口罩戴上 請問我問你喔 今天你一個人開車 我太太就跟我講 那他如果今天坐在我車上 我們在家不用戴口罩 結果我們到了車上 我們就要戴口罩 是怎樣啦 我們兩個在家就不會傳 我們兩個在車上就會傳 那所以 但是我也沒有關係 那好歹 好歹我們這個是充分典型的一個 中央地方的合作了之後 共同討論出來的一個這個執行的政策 那大家就好好的執行 不管這個政策是怎麼樣 但是最起碼大家就有這個決心可以依循 但是現在還有很多東西 中央跟地方還在有爭執的 譬如說篩點一天能篩多少 篩多少量 或者是這個篩完了之後人要走到哪裡 後送到哪邊 或者是物資在哪裡 醫療在哪裡 這些中央地方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討論這些重點 大的東西大的方向才對 不是說我跟我太太在家不會傳 那到了車上 我如果接她下班的時候 我們就會傳 好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剛剛觀眾問我說 偏鄉 偏鄉現在為什麼 第一個他們個案也少 那我們如果可以守住 譬如說這個六縣市 人口密集區 都沒有個案的話 其實暫時是先不要做 但是我們不知道它到底有沒有 所以還是要有 在他們的地方政府的衛生局所 要有很大的警覺心 當一有一些個案發生的時候 像彰化它就是半夜 你可以看到是半夜看到 要趕快說這個十個個人個案 它是一起吃飯 或是葡萄等等的發生 那地方 所以我才說 地方因為才是負責 真正的防疫的這個 這個主要的這個人力跟資源 所以地方一定要很清楚 很積極的來看這件事情 那疫調也要做得好 防疫也要做得快 然後甚至整個這個篩檢 你們都要把它先準備好 只能一動的時候 可以馬上的來做這些高危險期的篩檢 或是熱點地區的篩檢 而不是說要一動起來的時候 說這個也沒有 我只能篩100個 那150個怎麼辦 那我女兒今天就講了一件 很好笑的事 因為她在一個學校 她說他們同學 他們學生 那一天只能排100個篩檢 那結果她還好排到最後一個 那如果她排了 今天如果排不到 那是不是要隔到明天才能做篩 應該是你設定的這些是高危險群的 你就要把它盡快的時間篩完 而不是說我只能今天 對不起我今天只能篩100個 那如果今天沒有排到 那你就明天 或是排到後天 那這樣的話 總有人就是流落在外面 那就可能會造成疫情的破口 或爆發 所以這個事情 在這一年半的期間 都應該準備好 現在沒有關係 這一年半沒有準備 那我再跟大家講 這兩個禮拜 一定要把它準備好 因為後面這兩個禮拜 才是最關鍵的時刻 所以是你講到這我想到了 因為現在說這個 還有2.9萬例 還在等檢驗結果 我們檢驗結果 中間會卡假日嗎 到現在還是會 意思就是說 她要登陸 所以假日可能還是會 沒有辦法做 對她可能會做 可能會不會做到那麼多 因為大家一直加班 一直加班 大家也不可能都一直在做 所以她可能量也是做不完 那即便做完了 她還沒有登陸到上面 或者還不知道有其他 所以她們為什麼一直說 以為暗砍了2萬9個個案 其實不是 可能是做完了 還沒有登陸 那其實我就問 現在是非常時期 為什麼不能能力趕快做完 當下做完 當天 當天就全部登陸完畢 或者是三個小時之內登陸完畢 對 所以我聽到說 現在這個時候還要等假日 這假日是有人休假 或是什麼 還是這樣 我就覺得這個很不可思議 那另外我很快地 也問朱醫師 就是說現在到底鼓不鼓勵戶外運動 運動也完全不可以 因為現在盡量不要出去戶外 因為為什麼 不管你有沒有接觸人群 對 因為你不知道 戶外哪個地方是乾淨不乾淨 或是有沒有病毒 特別是戶外的 戶外還可以 但是戶外的一些 其他地方的室內 可能都是要比較小心 那你說今天如果這個山上都沒有人 譬如說到南投的山上 他本來就沒有 那可能還安心一點 但是不是啊 我們今天走出來 都還是馬路上街上等等 如果你要去南投的山上 你還要經過大鐵小巷 對 你就潑露在風險中 今天不是就是說 一個人坐了台鐵 坐了二十幾趟 所以你會接觸到其他的人 除非你都知道 譬如說今天有志哥跟寒冰哥 坐在我旁邊 他們兩個是相對安全的 我們這樣一起坐沒有問題 這樣 對 好 那大家都知道呢 現在盡量怎麼樣都不要出門 可是你問去人幾人呢 聽說在今天早上呢 有些賣場門口又開始出現人籠了 大家就還在排隊搶購物資 結果你才發現說 喔 台灣首度本土破百日 大概就是上個星期六 大家瘋搶物資 結果確診者全都在賣場 那多位確診者的足跡呢 包括像連鎖超市呢 成了熱區 一天有四家都淪陷 賣場啊菜市場都這樣 那剛剛還有特別講到這個油智 就是這個大家拐不過來是不是啊 就是大家會恐慌 然後都擠賣場 然後都還去搶 可是這其實也就是群聚不是嗎 那你不是也是突爭染疫的風險 人心本來就不可能去控制它的 我請問一下 古往今來有哪一個政權 可以控制人心 因為現在民進黨是想盡辦法 用媒體用什麼控制人心 可是你沒有去把它導向正確的地方 就是這種 我說實在的這才是正確觀念 因為去賣場群聚 那是多好笑的一種防疫手段啊 超好笑的 我真的看到大家去買那個 我真的不懂 都知道你不要出門了 結果還去 然後所有從市五人以下 不行 市內五人以下 請問一下那個賣場 動不動就上百人在排隊 然後你告訴我 因為他們在微生 不是這樣子的嘛 這又是回到三級跟四級的問題 你不要他們去做這些事情 那你又開個方便之門給他 這就是我一直在擔心的 這個絕對會有在下一個更高的高峰 比如說新北跟雙北完了之後 一定還會有其他的 因為現在在排隊的 我說實在的 台北的人敢不敢排 少了啦 真的已經少了 現在真的正在排的 就是那些恐慌性的 二級升三級的那些縣市 他們現在在那邊群聚耶 對啊 你確定裡面真的都是安全 我真的 那句話 就各大醫生 助醫師 每個人都在提醒的說 要把身邊的每一個人當做確診的 光fit這張照片 就很好笑了 旁邊都是確診的話 那是幾百個人都是確診啊 對 那你現在跟幾百個確診的人在一起 然後 你告訴我 我們現在正在做防疫 這真的是罰天下之大雞啊 而且更好笑的是 我拜託大家 再回想那一句話 所有各大醫生一直在講的 一年半了 我們到底做了什麼 光這種動作 就不應該再發生 因為這一年半之前 我們在笑各國的時候 千惠 那是在笑美國 笑什麼 英國的時候 不是有這些畫面嗎 對啊 一年半了我們做了什麼樣的規劃 萬一到時候第三級的時候 我們怎麼讓老百姓 不會去賣賞群聚 這不是已經笑人家 笑了一年半嗎 結果我們現在發生了 所以這就是你一年半來 你毫無作為 我們罵你的原因嘛 你是不是在三級的時候 五人不行 但是我們應該要怎麼配擠這些 你要搶購物資 是不是賣場要做一些什麼演練 當有五百個人到這邊聚在一起 要買什麼的時候 賣場是不是應該把貨物 做什麼樣的分配 然後中央你有沒有跟他們演練 你們來 我提供你物資 那你要怎麼做 那收費該怎麼辦 更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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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很嚴重 我要講三次 到超商還一支原子筆 用一百次 十連制 我真的覺得好笑到不行啊 然後我們還跟你講說 我們有IT大成 我們有全世界 連日本人都羨慕的天才 對 這麼樣一個天才 然後你的老百姓 全部都拿同一支原子筆 一百個人簽那一支筆 然後告訴我 在防疫 所有的幾百個人 在一個賣場裡面 把旁邊的人 當作確診的人 我們全部都在裡頭 然後跟我說叫防疫 然後跟我們講說 出去外面要勤洗手 不要亂摸東西 那一支筆 就為了你的十連制 全部人都在都在犯了 所有東西 這個是誰的事 這絕對不會是侯友宜 絕對不會是柯文哲的事 這就是你中央的事 而且是中央 這你一年半來 早就應該要演練的事 你難道沒有想到 到時候要十連制的時候 怎麼辦 你的IT大成呢 是不是大家應該 趕快去輔導 做什麼樣的 IAPP 然後我們演練 大家演練一次 甚至 你四大超商 你有沒有跟人家演練一次 沒有嘛 你Costco有沒有跟人家演練一次 你的全列有沒有跟人家演練一次 沒有啦 現在就且戰且走嘛 今天是這樣明天又改了 是啊 好笑就在這裡嘛 然後我今天氣是氣 可是擔心的是什麼 新北雙北我們過關了 有一天一定會過關 依照柯文哲跟侯友宇的方式 我絕對相信 但有一天我們過關了呢 全部都往中南不跑的這些人 我常講啦 有一種效應叫做煙囪效應 我一直在跟大家講 我們跑社會的火警 有一個叫煙囪效應 你還記不記得東科大火 那時候是八樓的一個佛堂燒起來 沒多久把它撲滅 怪了 我們都已經回辦公室了 又call你為什麼 因為二十一樓燒起來 咦 八樓火警怎麼二十一樓會燒起來 為什麼 因為在管道間 那個煙一直聚集 每一粒煙都是一百一十度 一百一十五度 不多 燒不起來 可是當聚集升到上面的時候 那些煙在上面聚起來八百度 它只要碰到類似這種材質的 全部就燒起來 現在這些病毒 我擔心的就是這些 這些人正在聚啊 在這種賣 你叫賣場的聚 在超商拿筆的這個聚 而且都在不是新北 不是台北 因為在篩嘛 我們在篩嘛 我們在恐慌嘛 可是最近二級升三級的這些人 就是煙囪效應 全部都聚集到那些地方去 當我們safe了 城門一開 好 變成道冠 再來一次 那很恐怖耶 當初東科大火一燒五十八個小時 如果你當初把那個整個火勢 完全撲灰就不會有事 這就是所謂的普篩 整個消防局應該要進去 整個管道間搜索 這就是普篩嘛 把煙都找出來 然後把它排空 沒事了 可是沒有做這件事 我現在連排空都不願意做啊 排空不就是普篩嗎 趕快去各個縣市 看再去做 可是不做 這些煙囪效應 在各個社區裡面 已經聚集很多了 城門一開 好 那就等於是什麼 氧氣 火最喜歡什麼 氧氣 一進來 閃燃 整個又燒起來 我們城門能開嗎 什麼時候才能開 可是我們講這些話 我跟你講 明天又來辦我了 恐嚇大家 這個事情發生不會 對不起 這一年半來 我們已經被你恐嚇多少次了 現在都在發生了 你現在還是要封我們的嘴 用三百萬來恐嚇我 然後用這些 侯友誼 然後用這些什麼 這個他們 拉科打猴 這種方式來恐嚇我們 大可不必啦 看看你老百姓們的命 你與其打我們 為什麼不好好把這些事情做好 讓你的下一次政權能夠更穩固 我們的話很難聽 可是很受用 你如果要辦 那就來吧 剛剛那段你可以撿出去 你辦我 所以我在恐嚇大家 我們來看幾個月後 如果發生了 你要不要放我出來 你會跟我道歉嗎 也不會 謝謝友誼時間到勞 那當然就是 政府沒有準備好 所以引發各界恐慌 這是真的 很多老百姓很擔心 像是這個王洪文 他就說 友誼和助醫師所說的話 這是他心裡的話 他說他今年快滿70歲了 只能靠偶爾外出買食物回家吃 那麼台灣現在又缺水 又缺電和斷電 他說食物放在冰箱裡 也都會壞掉 所以民眾擔心嘛 那你沒做四集就是這樣子 那做了四集 我們也很不敢期待說 政府能夠幫我們什麼 好那當然 因為現在這個疫病蔓延中 疫苗就是一切 我們請導播給我們下一張 來看到其實蔡英文總統也在講 就是說國軍要盡快施打疫苗 好那台北市長 柯文哲直接下令了 他說所有的台北市的醫院 第一線醫護人員 在醫院工作的清潔人員 警消全部都要接種疫苗 他說之前很多人說不想打 現在由不得你 不打等同不帶鋼盔上前線 沒錯 這些都是在第一線的人員 好那這個疫情指揮官陳時中 也就是說呢現在台灣目前大概70萬劑 左右的AZ疫苗 他希望呢 越多人打第一劑越好 那柯文哲也是贊同的 認為說這個通常 全部70萬人就是打一劑 先打一劑 你最起碼會有基本的保護力 好所以現在呢 北部地區關於疫苗東西 希望中央宣布 好那和地方統一 告知疫苗什麼時候來供應的速度 中南部呢都希望說 疫苗可以多分到一點點 好新竹金門也希望授權 地方是不是可以採購疫苗 讓這個地方繼續去想辦法 好那在剛剛的記者會上呢 有記者問到這個問題 就在今天我們看到了 美國衛生部長和陳時中進行了視訊 那麼其中特別提到說 美國呢會協助台灣取得疫苗 以及呢加入WHA這個部分 但我們更關注的是這兩千萬劑的疫苗 我們有沒有份 美國總統拜登呢釋出呢 三種新冠疫苗有兩千萬劑 可是呢我們發現呢 其中優先一千萬劑 是給他的後花園 中南美洲這些國家 那台灣呢 台灣是不是這一次也沒份 台灣還是分不到嗎 好在這邊我先介紹今天的 加入我們討論的來賓 還有這個賴月圈賴教授 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但是這題我要先丟給寒冰哥 對就是目前呢看到了台灣 疫苗疫苗戰疫苗戰啦 對那從這個柯文哲 包括地方到中央其實呢 現在大家問疫苗疫苗疫苗在哪裡 那我們就只有七十萬嘛 那七十萬的話你的施打順序 非常的重要 那包括這個柯文哲說不管了啦 你之前大家說要等啦 要不打啦 你醫護人員通通都給我打 可是今天我當然也看到前署長楊志良 他是說其實柯文哲沒有辦法 這樣強制醫療人員 因為這個違法 違法 對但我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非常時期 是不是有非常做法 柯文哲沒有這個權利 其實有一個人有叫陳時中 因為他是防疫中心指揮官 因為他其實是從去年到現在 他已經做了好幾次違法違憲的 一些東西了 事實上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他可以持續做啊 所以真正能做的是陳時中啊 這個命令我認為柯文哲的命令是對的 但是沒錯 他只是台北市長 他沒有權利下這個命令 可是陳時中可以喔 但是問題來了 問題你就看到了 你們那個上面列了 蔡英文陳時中還有柯文哲 這三個人都出來講話 三個人以後只有柯文哲講的 比較有建設性 比較有擔當 具體具體 對就是我現在就是要求你打 我關你是誰 你先給我打了再講 然後呢我們蔡英文 他是總統喔 全國權力最大的人喔 他講國軍要儘速打疫苗啊 那意思就是 好如果你慢慢打我也沒辦法 你說什麼意思啊 這句話 其實柯文哲講的那句話 應該蔡英文要說的 是是 不是嗎 對 蔡英文不說至少你陳時中要說吧 結果陳時中講什麼 啊 越多人打第7月好 不廢話 這還像你講啊 當然疫苗拿回來 我們現在 現在難道除了哪些特權分子 我不知道 正常既然只有70萬劑左右 結果至少現在要70萬個人打嘛 第一劑嘛 就是這樣子而已啊 這種廢話還是要你講嗎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聽到 你中央說要把權力收回去的時候 我非常擔憂 為什麼 因為你們就是一群沒擔當的人嘛 該怎麼做的時候都不敢講嘛 在那邊扭扭捏捏婆婆媽媽 老實講 如果你真的有決斷力 你現在馬上學柯文哲下令 我現在要求第一個 所有醫護先打 打了有什麼後果 國家負責 對 就是這樣子啊 要有誕書 對你要有誕書啊 因為萬一真的出了人命怎麼辦 或者人家重病怎麼辦 所以國家要負責所有的後果 因為這是國家下的命令 就是這樣子 然後醫護全部打完了 有多的 給誰 社工林里長 這些會跟第一線接觸的 也跟著一起打 然後再打完了 給部隊 就是這樣子啊 承承軍警部隊嘛 就是這樣子啊 你慢慢過來 因為其實我 我不知道現在夠不夠了 因為總共現在新的41萬劑嘛 好像再過幾天就可以打了嘛 他們說下禮拜嘛 一個禮拜做 對 下禮拜可以打的話 就趕快去打 不要猶豫了 但是要有人做擔當 要負責啊 那如果你都沒擔當 光柯文哲他喊一喊又怎樣 對啊 他喊也沒有用啊 對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是 不要再去講那五四三 今天陳時中 你說跟美國衛生部長 通話 很好 然後呢 對方也說支持我們 很好 人家願意支持我們 當然總比不支持我們好 可是 現在不是講話的時候 現在是實際行動的時候 對 美國也說 爭取幫我們加入 世界衛生大會啊 我們今年去了嗎 沒有啊 沒去啊 沒有 對啊 所以啊 同樣的啊 他現在也答應說 一定會幫台灣找疫苗 但是什麼時候 明年 那如果是明年 就沒意義啦 所以我覺得 坐實是比較重要 其他都是百搭 是不是 我補充一下 因為第一批打疫苗 是在三月二十幾號 然後其實上 他們這個禮拜 這禮拜就開始要打第二劑 那其實剛才韓濱哥講的 就非常好 今天全國的防疫協調會議 其實就應該把這一點 拿出來做協調 到底要打第二劑 還是我們先把這七十萬打完 對 都打一劑 那如果他這樣一定清楚了之後 因為地方就不會再 因為他們本來有一個 那個疫苗那個 Yellow卡 黃卡 他就要來排這些 那我們如果這樣 一宣布完了之後 這些第二劑都全部 暫時不要打 然後為了增加我們的 防疫的能力 把這七十萬劑 全部用在第一劑 這個才是 比那個一個人帶 一個人開車帶口罩 還是兩個人開車帶口罩 但是陳時中是說 越多人打第一劑越好 所以這個說了 不是很含糊嗎 對 那你就乾脆 你就下定嗎 他又不敢說 為什麼都只給第一劑打 那所以我就說 這個就是全國防疫會議 應該要討論的事項 告訴大家 因為我們現在只有七十萬劑 即便七十萬劑 全部都打了一個人 都還打不到我們的百分之十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這樣做下去 做下去之後 誰要負這個責 就是防疫中心的指揮官 陳時中就有Gaz 他就說我來負這個責 那最重要的就是 剛剛還講 因為還是怕有一些疫苗 會造成這個重大的一些的負作用 雖然很少 那大概都是幾百萬分之一 所以我們七十萬劑 應該還不會有太大的 但是萬一這個出現一個就會有 那就是國家要 不管是國賠或者是怎麼樣 他要去把你訂定的好 然後說明的清楚 然後疫苗政策就這樣打 那其實如果今天疫苗 有五百萬劑一千萬劑或有三種 大家都可以選擇 這些問題就根本不是問題 那現在就是因為沒有這些東西 又只有七十萬劑 才要我們來做這個決策 來做這個決定 這個就是我要做決定 要做決策的時候 對不對 你這樣做完了之後 民眾也安心了 為什麼 因為他就不會再去爭了 打第一劑的人他就不會說 我已經要打第二劑了 為什麼我打不到 然後就開始 那要打第二劑 他要把這個優先順序定清楚 我可以告訴你 你今天在把這個優先順序定清楚的時候 還會有人不打我就不相信了 因為一定這個四十萬劑 我可以跟你講 你不怕那個七成的醫護人員累死 可能在一個月之內 15天之內就全部打光了 是 那可是現在我跟你講 因為台灣就是這七十萬劑 我們當然希望有更多更多的疫苗進來 希望美國幫忙 那美國目前顯然他優先幫中南美洲國家 你說給台灣什麼樣的一個承諾嗎 我不知道 目前我看來是口惠而實不至 因為就是口頭承諾而已 所以台灣這個部分是不是也沒份 那包括最近好多的外媒都高度關注台灣 那大家都是口徑一致的認為 台灣就是疫苗的接種率太低太低了 才會這次的整個疫情一發不可收拾 紐約時報說病毒變異加上疫苗的施打慢 台灣防疫出現了破口 那我要說的是 剛我在倫敦的朋友 他昨天收到了簡訊 通知他要打疫苗了 那他們已經打到35歲以下了 那他們是規定40歲以下不打AZ疫苗 在英國 那現在英國政府是拼命的鼓吹說 只有打疫苗 打疫苗你才是解除一切不方便的最佳的方法 換句話說 你只有靠疫苗才能夠換得自由身 所以我那朋友就講 他說他預計他的第二劑要在夏天結束之前打完 他就可以去葡萄牙玩 是 這對我現在來講是天方夜談 聽起來很難過對不對 是 千惠這個 我女兒她在巴黎 是 那他們也接到通知 他們6月 因為他們是更年輕 20幾歲 他們6月要打疫苗 但是因為歐盟已經開完會了 是 歐盟已經開完會了 也就是歐盟的27個國家 要全部都開放了 那他們預計暑假的時候 全部要開放 所以他們現在趕緊再施打疫苗中 那疫苗打完了以後 他們就會有這個健康碼了 那他們用這個健康碼 因為這個是數據的健康碼 他們就可以開始在歐洲 27個國家裡面來運行 同行政 同行政了 可以到希臘去 可以到這個葡萄牙 可以到很多國家了 所以他們已經困了一年多了 他們好開心 尤其是他們看到說 巴黎的春天已經到了 那麼要開始進度夏天了 那學校都停課了 所以他們都準備要旅遊了 他們心情已經轉變了 那法國的總統馬克宏 已經特別的選在 善拉河旁邊的 一個很傳統的咖啡廳 跟他的總理 坐在那地方喝咖啡 聊國事 然後就告訴大家說 已經可以開始走向戶外了 為什麼 因為疫苗打得很順利 美國我昨天的朋友 也傳了一個簡訊 他說他是這樣講的 他說他已經打完兩劑了 他說每一天你只要到藥房 美國的藥房 你只要跟他藥房 你約好 你就可以當天去打了 而且不要錢 對 免費 免費 在英國也是免費 都是免費 歐洲也都是免費 所以都是政府負擔 好 那您剛剛提到 紐約時報的分析 對 其實不需要到紐約時報來分析 我們都知道 都會分析 對 我們都會分析 而且我們台灣的防疫專家 在去年就一直在提醒 蔡英文 提醒陳時中 說台灣很脆弱 一直在講這個 說因為我們本身 第一波就把病毒阻止了 所以我們大部分的人都沒有抗體 都沒有抗體的情形下 變種來了 它隨時一個突破口就進來了 然後因為我們都沒有抗體 我們又都沒有打疫苗 所以脆弱不堪 已經一而再 再而三 而且我們這個節目也算是 有點像是那種以前的那種 裹腳步圍 就是那種 我們是不斷地提醒 苦口婆心 耳提念命 對 我們不斷地提醒 不斷地講 然後就被1450不斷地出征 說我們要唱吹台灣 但是因為所有的防疫專家 都跟我們說這個好重要 如果不透過我們這個節目 沒有人知道 那被民進黨這樣粉飾太平 有一天台灣一旦淪陷 那就非常難過了 所以我們就一直提醒 一直提醒 我們再怎麼提醒 再怎麼被出征 剛剛韓濱其實會 為什麼會有一肚子尾氣 為什麼會有很憤怒 因為已經在這個節目裡面 不知道講得多久了 講得多累了 但是呢 就不斷地被出征也都算了 但是問題就在於 我們最不想看到的事情發生了 果然還是沒疫苗 對 還是沒疫苗 我們真的是很期待 就是滿心的期待 但是這個期待 相當有可能又會落空 就是蔡英文 你就放下意識形態的這個成見 我們一直強調 大陸的疫苗在國際上是被接受的 你就放下這個成見 你只要能夠買到疫苗 你都應該去想方設法的接觸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你也可以藉由跟大陸的接觸 去給美國施加壓力 你連這個手段都不會做 你藉由要改善跟大陸的關係 也就是要回到九二共識這個方向來 然後跟大陸這邊好好的談 美國的壓力就會上升了 當初馬英九在民主黨的歐巴馬 他會贏就是因為 他就在那個節骨眼上 承認接受九二共識 談判的籌碼拉大了 美國逼得日本在釣魚島的 這個台日的漁業協議方面 逼得日本讓步 然後台灣可以進入WHA 以觀察員的身份參加會議 所以我們的空間一下子拉很大 那你有樣有有潛力可循 馬英九成功的潛力 你就把它學過來 學過來以後你成功的 大家會給你擊掌 那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情形下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給美國施加壓力 讓美國把他的疫苗釋放出來 然後第一時間就撥給台灣 台灣需要三千萬劑 你就第一時間撥給我們三千萬劑 讓我們先有1500萬人打 1500萬人打完了 有一個人打兩劑 我們先建立起防腐網 然後我們在陸陸續續的 有新的進來了以後 我們再把它全部補足 我覺得這是可以做到的 而且不要忘了 我們現在比較不能接受的地方 是在於美國釋放出來的 比較多的還是聽說是AZ疫苗 對 莫德納跟那個輝瑞 聽說釋放出的比例不高 因為美國自己不打AZ 對他們自己都不打AZ 所以他們把他們不打的東西 釋放出來 現在台灣已經可悲到 人家不要的我們也都要了 對 當初我們醫護人員都不要的 也都被逼迫要打了 但是你也沒辦法 沒辦法 因為你凸顯的 就是這些窘境 就凸顯了蔡英文 陳時中的無能 一年多了你一個疫苗 你台灣民眾所需要的疫苗 你都拿不到 你的無能已經展現出來了 那我們也就認了你的無能 那也就原諒你的無能 你現在告訴美國說 我們要疫苗 而且我們最好 我們要輝瑞疫苗 要莫德納疫苗 嬌生的AZ的我們不要 我們就要好的疫苗 麻煩你趕快先送 三千萬劑進來 不然的話 不要在嘴巴跟我們講 台美史上關係最好 這句話不要再講了 假的 謊話 不是實話 如果台美是史上關係最好 三千萬劑的匯瑞疫苗 請一個月內 一個禮拜內 趕快送到 這是你美國應該做的事 這是你一個台灣 史上關係最好的美國 這是你的義務 再強調這是你的義務 但是我再補一句 柯文哲 我知道你是務實主義者 你是醫生 就是說能夠有用的就用 但是還沒有立法通過 沒有立法通過之前麻煩你 不要做不合法的事 不能強迫一戶人員打 因為這以後會有官司的 麻煩在這個部分裡面 你可以勸導 可以再勸導 甚至用鼓勵 說打了我給你記個功 記個嘉獎吧 但是不要用這種強迫的方式